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鬼谷》第二部《鬼胡同》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第十七集 那个疯狂的夜晚过去之后,风君子和胡适威保持了一种奇特的情人关系,他们的感情却漂浮在空中,依靠性和精神的交流小心翼翼地保持着,却落不到两人世界之外任何一种真实的土地。 风君子不谈自己其他的任何事,而胡适威也避免谈论自己的其他的一切,甚至两人见面的地方也仅仅限于胡适威的家中。 有很多文学家认为,男女的爱情包括肉体和精神的吸引,其实这是错的,不论是肉体和精神,风君子和胡适威之间都有足够的吸引,但是士族的爱情却是靠物质世界来支撑的。 如果你不相信,我建议你去看一本小说,鲁迅先生的《伤诗》。 快到7月的某一天,胡适威突然兴冲冲地告诉风君子他找到工作了,只是这段时间他第一次谈自己的私事。 风君子听了自然很高兴,问他是哪家公司。 没想到我运气这么好,第一次面试就被录用了,而且还上市公司呢,就是滨海有名的魏达股份,我被分在证券部做众里,专业也对口。 风君子听到魏达股份这几个字,心里就是一动,紧接着问。 薪水怎么样?是谁录用你的? 胡适威仍然很兴奋地回答。 我将简历定了过去,一个星期之后,公司来电话通知我面试,面试的时候没问几句就告诉我被录用了。 薪水很好啊,虽然比我以前收入少一点,但是也足够了。 至少不会收到假钞。 风君子虽然在开玩笑,但是心里也很疑惑,只被在夜总会做小姐收入少一点点,那么这个薪水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已经是相当高了。 风君子是一个非常清醒而敏锐的人,他立刻觉得其中的原因不是这么简单,同时也突然想到第一次到夜总会那天晚上, 魏达老板魏薄熙就似乎对露露、胡适威特别感兴趣,甚至叫马仔陈小三回头来找他,于是开口提醒胡适威。 你知道魏达股份的老板是谁吗? 就是那天在紫燕拿钱要考你是不是真正大学生的那个客人? 他就是魏薄熙。 胡适威也稍感意外,但还是在信头上,说,就算是这样又怎么样呢? 他那的大老板和我这样的小职员还隔好几层呢? 就算见面了也不见得能认出来。 难道这么好的工作我要放弃吗? 你不知道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呢? 风君子还想再说什么,却突然感到一身语色,他有什么资格阻止胡适威去接受这样一份看来充满诱惑的工作呢? 也许自己想多了,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吧,真有什么事情再做计较。 毕业参加工作之后,胡适威显然毕业前要忙多了,他很兴奋,也很珍惜这份工作,所以也格外努力。 此时的胡适威已经不再是叶总会小姐,而成为一名白领利人,从内到外的变化不能用语言来形容。 风君子和他在一起的时候,自然也能感受到他的变化,但是却觉得胡适威有什么东西隐隐约约的想和自己说。 其实,胡适威的变化也不完全是因为身份的改变,他确实有很多事情想告诉风君子。 然而风君子却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变化而忽略了,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以前一样,至少从胡适威的角度,对风君子绝对是比以前更加温婉。 风君子是个聪明人,他能猜到胡适威想跟他说什么。 胡适威的身份变了之后,心态也应该有变化,他会想与风君子的关系落到实处。 风君子有时也感慨,如果不是在子夜与他相识,一切就会美好许多。 但是后来风君子才知道,当时至少他猜的并不完全正确。 风君子与胡适威之间的雨水折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,这一切在一个夜晚被突然终结,似乎所有的美丽都是短暂的。 在胡适威刚刚参加工作两个月的一个晚上,他却突然出现了意外。 这个意外过程很简单,魏达股份公司证券部员工胡适威某一天晚上加班,也许是工作感到疲惫,便走到楼道尽头小阳台去偷偷气,不慎从四楼坠下,身受重伤,送医院之后至今昏迷不醒。 警方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,魏达公司的老板魏博西还特意表态,既然员工是在工作时间受伤,虽然是自己不小心发生的意外,但是魏达公司仍会负责,医院抢救费用,一切由公司支付,要尽力挽救商城。 封君子去了胡适威出世的阳台,栏杆确实很矮,只提自己胯部,已在这样的栏杆确实有可能不小心摔下去。 封君子也去了医院,医生告诉他,病人仍然昏迷不醒,而且醒过来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。 封君子听懂了,他知道医生的意思,在病床上躺的胡适威,已经是一个植物人了。 从医院回来那天晚上,封君子的心情十分糟糕,他想到了与胡适威交往的一幕一幕,有太多事情让他后悔。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前,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,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 他梦见,有一群人在长街上裸奔,带头的一个凯子手中钢举弹桶冰淇淋,做火炬接力撞,一边跑一边喊,紧喷了,爆发了,大浪了,海啸了。 后面跟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子,一手挥舞着一只红裤衩,一边挥舞一边大喊,特大利好,特大利好。 最后又走来几名年纪已经不小的男子,每人戴着一柄高高的红帽子,一边走一边到处找人握手,口中念叨,大家请放心,我们来了。 当这群人走到封君子面前,刚要和他握手时,封君子突然觉得他们很面熟,正在想在哪里见过时,突然惊醒了。 他发现自己仍然躺在卧室的床上,但是身体似乎被什么东西压住了,一动也动不了。 冯君子眼能视,耳能听,四肢却动弹不了,他集中全身力气和总有精神力,用力动动手指头,发现手指头能动了,然后身体渐渐像融化的冰雪般开始复苏,他又恢复了行动能力,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站起来,去客厅里倒水喝。 走到客厅里,隐隐约约的,就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人,他吓了一跳,下意识打开灯,看清楚之后,长舒一口气,沙发上坐的人,居然是胡史薇。 小薇,你出院了,难为你找我家里来,我怎么睡觉连门都忘了锁了,对了。 你出院之后,我想了很多事情,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呢。 胡史薇的脸,似乎很朦胧,看不清楚,他用一种幽幽的声音对风君子说。 我也有很多话想对你说,可惜现在已经迟了,我们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,却没想到,会有今天。 风君子说,小薇,今天怎么了,你的病好了,一切都会好的。 胡史薇说,我的话,你一定要记住。 今天的我,接受了不该接受的邀请,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,拒绝了不该拒绝的诱惑。 现在想想,也许我出生以来最高兴的时间,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日子。 可是,太短了,风君子刚想说话,耳边却传来一串急促的铃声。 铃声使他又一次惊醒了,他发现,自己仍然躺在床上,刚才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中梦。 是电话铃声,将他再次从梦中唤醒,电话是长吴打来的。 风君子接起电话的时候,心里还在想着,刚才梦中胡史薇所说的话,他很不高兴长吴打断与小薇的梦中相会。 问他,现在几点了,你不睡觉,别人不睡觉吗? 哎呀,你这个叶猫子怎么专心了呀,通常这个点,你不都在上网吗? 我有事情告诉你,你还记得,你上次问那个案子吗? 就是女大学生离奇死亡的。 风君子一听是这个事情,不由的打起了精神,说,有消息了吗? 我查过档案了,没什么发现。 没发现你爸也跟我打电话,打什么电话呀? 哎,你先别急啊,我在医院走访的时候,提出一件事情,就是有人在医院里做过换身手术,但是深远是自己联系的。 是谁?你为什么不查下去啊? 你以为公安局是我家开的呀,无论什么人说啥就啥,东手术的是魏伯奇的老母亲。你知道魏伯奇是谁吗? 我当然知道,你说清楚点。 魏伯奇啊,可是个有名的大小子,好像还有记者写过一篇报道,叫做什么,现代企业家的成长与传统文化道德修养。 就大肆吹捧过魏伯奇的孝道。 你想想看,是他的老母亲得病,自然呢,想办法找到深远了。 这种人呢,你即使去查,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。 才说了,要让领导知道,我孙子调查魏伯奇,你要我这个小小刑警附队,还干不干了呀。 我知道了,那你还拿电话给我干什么呀? 既然你问了我了,我总要告诉你一声。 既然是惊啊,恐怕我呢暂时起不了什么作用。 不过,我给你提供一条线索。 当时联系深远的经受人叫陈小三,原先是海鲜市场的混混,现在在魏伯奇的公司。 风君子放下电话,脑中感到一片的混乱。 没想到,又牵连到魏伯奇了。 常午的电话,使他响起了飘飘。 他突然想起飘飘曾经说过的一句话。 我知道,我死于非命,凡是孤魂野鬼都死于非命。 我不想总做一个孤魂野鬼这么飘荡下去。 心中一惊,又随即想起刚才的梦。 胡史威现在正昏迷不醒,躺在医院里。 按照医生的说法,他已经是个植物人了。 他还有呼吸,还有心跳,但是思维已经停止。 按照某种说法,他已经死去了。 那么风君子刚才在梦中所见到的,难道是胡史威的鬼魂吗? 胡史威的鬼魂飘荡在滨海,甚至托梦给风君子。 这么说,他也是死于非命吗? 难道那场意外是个阴谋? 风君子在一种近乎迷离状态下苦苦地思索着。 他真的希望刚才那个梦是真实的。 可惜,在真实世界里,他几乎已不可能面对面地与小薇牵手说话。 他有了一种阴阳相隔的感慨。 此时,他又想起了飘飘,飘飘也是一个鬼魂,可是飘飘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出现在他的面前。 如果找到飘飘,说不定他有办法知道胡史威在梦中究竟想对他说些什么。 想到这里,风君子立刻做了个决定,他要再去一趟鬼胡同,一定要找飘飘好好地问一问。 第二天,当风君子从青岛机场赶到寂寞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了。 驻托车四七不敢将车开进鬼胡同,在很远地方风君子下了车。 他几乎是一路跑着冲到了胡同口那棵大槐树下。 他还记得飘飘说过,拍三下树盖,喊一声飘飘你出来,就能找到他。 他拍了三下树盖,喊道,飘飘,你出来。 四周,似乎刮起一阵阴风,吹得树叶沙沙作响。 这阵风过去之后,飘飘并没有如期地出现。 风君子等了一会儿,就感到不耐烦了,又开始拍起了树盖,一边拍,一边喊着飘飘。 此时,胡同里吹来一阵阵阴风,在槐树中围打着拳,绕着拳。 但是,风君子根本没意识到,他拍到最后,连手都拍疼了,开始用脚去踢树,踢得老槐树一阵摇晃,树叶纷打着拳,落了下来。 此时,风君子开始怀疑起飘飘的话来,他想起第一次遇到飘飘,就是在胡同里。 无论如何,他今天晚上一定要找到飘飘,于是他一转身,冲进了鬼胡同。 鬼胡同的阴风,带着森森液气扑面而来,但是,风君子顾不得理会。 他冲进鬼胡同,一边跑,一边大声喊着飘飘你出来。 好了没多久,突然,迎面出现一堵墙,挡住他的去路。 他这次见到玫瑰挡路,一下子就跑到胡同尽头。 风君子无可奈何转身,就在这时,他突然看见飘飘正站在对面的不远处。 飘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,他仍然光着脚,披着长发,穿着那件月白色的长裙,用一种又好气又好笑的眼神看着风君子。 他见风君子也看见他了,用一种责怪的语气对他说,"你这人怎么这么没耐心啊?都等一会儿不行吗?居然冲到这里来找我。 风君子看见飘飘,墙步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,说,"你怎么这么久才出现呢?我有事找你。 飘飘飘微微一闪身,但是却没挣脱,对风君子说,"你这人怎么这么粗鲁啊?轻点不行吗?你弄疼我了?" 风君子松了手,问了一句,"鬼也会疼吗?" ,"别人当然弄不疼我了,但是你不一样,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?我说你的事情查清楚了吗?" 风君子掏出手机,调出一张照片,那是陈小三的一张面部照片,她将彩屏朝向飘飘,问道,"我又不知道查得对不对,你认识这个人吗?" 心冷的月光,照着幽暗的胡同尽头,银森森的胡同里,站着一人一鬼,一个一身黑衣的男子举着手机,手机彩屏,发出幽幽的蓝色诡异的光,她面前站着一个白衣长发的女鬼。 风君子不知道,如果此时有人看到这个情景,恐怕会被吓得晕过去。 飘飘瞪大眼睛,定定看着这个照片,表情变得越来越悲伤,似乎想起了很多伤心的回忆。 风君子看到飘飘的表情,心里依然明白,自己调查没有错,她幸亏在今天白天乘飞机之前搞到了一张陈小三的照片。 就在此时,飘飘突然一头扑到风君子怀里,阴阴地哭了起来。 风君子一时手足无措,只好搂住飘飘肩膀,先让她哭够再说。 同时内心中的伤感也被牵动了,她想起同样身遭恨祸的胡适威。 过了许久,飘飘才止住呼声,却仍然扶在风君子怀里不起身。 她对风君子说,谢谢你,你果然是一个手心用的人,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查到的吗? 我到底是怎么死的? 风君子叹心了一声,说,其实我是刚查到一点线索,其中的具体过程还没有搞清楚,我这次来呢,也是请你帮忙的。 你说吧,只要我能做到,无论什么忙都会帮你。 你跟我回滨海,我们一起查清你的死因,同时也调查另外一个不幸女孩的遭遇。 接着,风君子将近几个月来,自己所遭遇的一系列事情,简要地告诉了飘飘。 飘飘静静听着,风君子转述完这一切,开口先问了一句, 那个小薇长得漂亮吗?一定比我好看吧? 飘飘这一句话,将风君子的沉重情绪冲淡了不少,他甚至有点想笑出来,心想,女人就是女人啊,就算变成女鬼,也改不了女人的脾气。 如果换足刺激,在这样情况之下,第一句话绝不会首先问这么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。 于是回答说, 古人云千秋无绝色,悦目是佳人,女人的美各有各的特点,还是先想想正经事吧。 两人走出鬼胡同的时候,风君子问飘飘, 原来鬼胡同并不长,为什么这一次就没有碰到鬼挡路呢? 飘飘笑了,你站个生猛的活人,气势汹汹的张药乌爪的冲进来,鬼都让你给吓跑了,谁还能拦得住你啊? 风君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,说,原来鬼也怕恶人啊。 风君子不知道,在他带飘飘离开之后,原本阴森恐怖的鬼胡同,又多了一种离奇的传说。 据当地传闻,在某个乌丰的夏夜,胡同口的老槐树莫名其妙地落了一地的树叶,树叶似乎一直飘向胡同内。 那天晚上,有人听见一个男子的声音在胡同里喊叫,也有人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在胡同里哭泣。 总之,从此之后,鬼胡同更加成为了传说中的神秘之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灵异小说《鬼谷》第二十集。 有声小说《鬼谷》第二部《鬼胡同》第十七集到此结束。 谢谢您的收听。 点击 前击 先拍いや好 你看 stopped 点击 终sa 不 信